ึ 很像做到的工作都是以服務業類型為主 那當然大家就會說就服務業的話 是不是英文會很重要 對它會有一定程度上面的要求 但是當你可以進入到第一次這樣的產業的時候 你後續你的英文能力就會慢慢的補充起來 那你才不會怕 那你才會變成真的可以去進行到你本身以言上面的能力 來談一下為什麼要去澳洲好了 因為這會跟你想要選擇的工作能 工作的狀態跟旅遊的方式會不同 那主要是因為澳洲它本身很大 不用管然後移民社會 所以他們缺乏很多勞動力 所以為什麼度假打工的人數上面它比較沒有限制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去考慮另外一個人 你在台灣找工作不同的思維 是因為它的區域性太大 大到不像你認為在高雄工作 跟在台北工作的查理性而已 因為他們可能會季節的不同 他們也會有工作 每個城市適合的工作類型會有不同 因為可能這個城市它是專門都是做服務業為主 是金融產業為主 還是說它是以農場工作為主會不同 所以跟你一開始去的時候選擇 那個城市會很重要 其實有一個不錯的小配口可以推薦大家 如果你在去之前的半年一定開始在做兼職 就直接去多數的連鎖企業 無論是麥當勞、Starbucks或是Subway 其實他們是全球連鎖企業 它都是有SOP的 所以其實你會做了 你去到當地去找那樣的工作 差別只是變成英文而已 你要能夠找到這種類型的工作 其實是進入性是容易的 體驗導向的話 有一個東西可能很多人不曉得 它叫Royal Show 那它本身是澳洲它會有分西澳、英東澳 它會有一個移動性的遊樂園 那它會在每一個小鎮停留10天到15天的時間看大小 那它本身是希望它的crew 會跟著這一個遊樂園一起移動的 那它們是以週新的方式去執行 你可以邊玩邊工作 就不需要說你一定要在一個地方工作一段時間 再拿著錢去玩 它這一個工作類型是 它會帶著你到各個小鎮去住10到15天 然後你早上就工作晚上就去玩這樣子 所以其實Royal Show它可以看你一開始選擇的城市 然後你可以上網直接找到他們的 他們就是會一直的移動 你會隨時的跑進去隨時的離開 那你就可以跟著這一個團隊一起的移動一起玩 那導遊類型也是蠻多人學得的夢幻工作 那你到當地其實都有華人旅行者 他都會有一些實習的工作可以給你 那你可以去了解一下這種工作類型 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 就是澳洲服務員很廣 所以其實他們會有分淡忘記 不同的城市 像台湾知道他就知道是潛水勝地 那他就一定忘記在什麼時候夏天 那雪山他就一定忘記在什麼時候冬天 那如果說你可以抓到一種所謂 一個季節性工作的移動方式的話 你就會夏天在彈斯在塔斯 就是夏天才會有人去的地方 那你冬天就去冬天有人去的地方 寄跟寄中間就是你的度假月 那你邊移動的過程中 你就是邊在玩 那你其實這樣的效果會比你只是待在城市 可是你卻又花了時間去玩澳 要來得有效率 很多人會問Varista跟RSS他們拿 一個是在於你在咖啡店工作的時候 需要的證照 一個是你在酒吧工作需要的執照 所以差別是什麼 執照是你一定需要 證照是不一定要 因為探重證照的老闆 他可能探重經歷 沒有證照卻沒有經歷 他一樣不會用你 所以其實在咖啡店裡面 證照是不一定要考的 只要他願意用你 就有可能可以學到相關的技能這樣子 那你在酒吧工作的話就是 你那張執照是一定要考 他才有辦法讓你在那邊工作 然後季節性工作的話 我就大概列出來了澳洲可能會有的服務員 跟類似的工作 因為像夏天在凱恩時期 很容易可以進入 就是你在台灣可以先去考 潛水類型的執照 那你到當地談資的時候 其實非常多的那種就是租賓行業 他都很需要你有一個簡單的相關證照 他就會想好用你 可是多數的人 你去到那邊 你沒有做這個準備 你就是沒有那樣的經證力 可是這些東西 是學生不會去補足的能力 所以你的英文只要攤用 你只要能夠做到服務類型的工作 你就一定會進步 因為你每天都在那個環境裡面 那塔斯的話 他也有分一般的服務業類型跟旅遊類型這樣子 那冬季的工作在雪山的話也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各個季節 他可能各個城市會有專門的季節工作 那他可以讓你在當地更有競爭力 因為這種類型的工作是 只有背包客們才有適合做 所以你必須要找到自己的優勢 然後去做能夠創造優勢最大化的工作 那另外找工作的話 必須要先有這個SIM卡 Social Insurance Number 你才可以去找工作 然後合法的工作 那要去哪裡找呢 一樣請你Google一下Service Canada 那個上面就會告訴你要帶什麼證件 然後你離你最近的地區在哪裡辦理 你就去哪裡辦理 那找工作的方式 當然也可以就是像上網站 或者是你想要去工作的品牌 比如Gap H&M 你可以直接上他的官網上面去做登錄 然後申請 但是這個方式的話有一點久 因為他可能還要配對 然後還要看看他們離你家近不近 這個方式有點久 最快的方法呢 他就是walk in 直接走進去 那我的個人做法是我到達第三天 我就找到工作了 是怎麼做到的呢 我鎖定我家附近 旁邊最近的商場 大概走路15分鐘左右 因為我想要節省交通的支出 然後呢 我在台灣印好了我的履歷 我帶了60份履歷去 我第一天就去一樓所有的店面 帶著我的履歷走進去 給他們 這很好玩 他就被我當成練習英文的機會 反正你就是去練習嘛 沒有關係啊 沒有人認識我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是這樣子找到了一個內衣店的工作 那當時店長只是問我說 你為什麼想來內衣店上班 那因為我有準備 我說 當你的內在覺得自己很美的時候 你的信心就會從外表顯現出來 然後我覺得我回答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都要這個工作 那當時工作呢 有分part time跟full time 那我是做part time的部分 因為我去主要的是打工兼度假 所以我沒有想要做一個全職的工作 所以我是利用part time 然後剩餘的空間 沒有排班的時候我就出去玩 那我就是有簡單的履歷的範例 因為有很多的朋友會問說 那我的履歷要怎麼寫 其實你不需要寫太多 台大畢業 青大畢業 其實他們不認識這次學校 最重要的是你過往的經歷 有可能在以前的服飾店打過工 然後在玫瑰唱片發過傳單 在整所櫃台當作掛號小姐 所以最好呢 你要有一個推薦性 因為在加拿大找工作的話 他們非常重視這個有沒有推薦人這件事情 如果你有推薦人的話 你入選的機率會比較高 那如果真的沒有怎麼辦呢 那也有一些朋友的做法是他一到當地 他先去找華人餐廳工作 講中文的 然後呢 做個一兩個月 跟老闆說 我在這邊賺的錢不太夠 我要找第二份工作 你可以當我的reference嗎 那我就這樣子 找到了他的第一個推薦人 然後呢 順利的找到第二份工作 那第二份可能 overgap做一下 兩個工作同事做之後 慢慢把第一個工作放掉 然後就去了第二個工作 所以這也是一個方法 在比利時我去的時候 是你能工作六個月 你可以待一年 但是你只能工作六個月 所以你就必須要 好好的存錢 然後我覺得 因為工作非常的難找 尤其是他們第一年 他不認識你的這個簽證 很多人基本上是不會用你的 然後你要 你覺得你可能會中文 那你會一點英文 你是不是可以去觀光地點打工 但是 他們的工作人員 像我在不組賽 他們的工作人員 大部分都只講法文 所以你不會講法文的話 他們是不會讓你有工作機會的 所以那時候我找工作非常的困難 但是我覺得 我就只有這些優勢而已 我就只會講這些話 所以我還是決定 去觀光景點打工 那我非常的愛吃 所以我就 每一家巧克力店我都投 就是 而且他們是連鎖的 所以我好像投了 某一家巧克力店 投了十間不同分店 結果他們的人資部 就收了十份我的履歷 後來打電話給我說 他們真的沒有要用我 真的對不起 就不要再記了這樣子 但最後我找到了這份工作 這是比利時一間非常有名的巧克力 之前好像有來台灣用開過店 然後在那裡工作 我工作了六個月 我整個六個月都在那邊 我覺得如果你要學語言 最快的方法就是 把它運用在生活上 所以那邊是我法文進步最快的地方 工作的話你可以找台商 從零售餐館跟專業間 像設計師 因為你在那邊的工作 就像是他們當地人的工作 所以他們當地人能找工作 你都可以去找 只是會不會用你是另外一回事啊 最後呢 千萬不要打黑工 因為他們查黑工非常的嚴 非常的嚴 查到的話 後來會有很多法律上的問題 所以說最好還是能找 就是有工作合約的白工 在這邊 在這邊 是個事